我想針對這幾個問題 可能我談一個比較大一點的概念 可以來談這個概念 就我個人來講 當然一個 我為什麼很重要的 我們看到的中國看到的印度 是一個在全球榜圖非常大的國家 人口非常重多的國家 因為我一直長久以來 一直在幫教育部推社群人才的養生 跟國產人才的養生 那我談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那叫磁場概念 而不是反復概念 因為就全球非常知名的 像波蘭 波蘭反復不大人口不多 但他的華沙鋼琴的一位比賽 是全球最具影響 華沙國際海報雙圓展 是全球最具影響 那台灣我們面對的未來 不管是學校未來的發展 不要去強調的反復大小 而是要去創造像磁場一樣 會吸引的人 像候鳥每年都要來的 或者會指向您的 那一樣的情形 就當然我們面對的少子化 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所以他會推移的 流浪教師會越來越多 剛剛 電動才談到的 我當然可能是 吳老師講的 我在事實上比較奇怪 我們創了設計系 我就一開始就剛剛講 非師之培育的系 一開始讓他們鍛鍊 你進來 你就是要接受未來就業的這個準備 所以我一定也是找20個學生 為什麼 因為一個學期如果20週 我們每一週找一個業界老師 所以一個業界老師 他一個學生就可以帶著他 四年以後 他可以面對一個學期 一個 四年可以面對八個 同樣的一個老師 可以面對八個學生 所以那個人才沒有就出來了 那這裡面就一個同樣的情形 又回來了 然後未來的整個教育發展 我們如何去找到我們的核心價值 就是創造我們的這個磁場 那這個磁場 那很多很多 目前在全球的華語的優勢 台灣很強 國外專業產業 我想政府會在這邊 我們很強 但是全球都需要我們的 那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 做磁場這個概念的一個利基的話 其實不管是手指化或者流浪教授 或者是實力大學的問題 我們想了解幾個學生 我們想要把核心把它給進入 bereit